10号立院表决大战 蓝白联手将114年度总预算案 退回程序委员会 其中也包含中央补助高雄市建设经费 让民进党地方明代都跳脚 预计2028年就必须完工的捷运黄线 是所有高雄人在交通上 非常期待的一个捷运系统 蓝白为了一己之力 就把非常重要的交通建设给挡下来 绿营盘点被退回的总预算案中 高雄部分就包含了 132亿育儿津贴学费补助 30亿捷运黄线周边土地建设 小港陵园线39亿元 29亿的污水下水道建设 以及3亿元桥科交通建设计划 总共266亿2000多万元 统统没了 绿营明代把矛头指向 布局2026高雄市长的柯志恩 抨击柯志恩在高雄智产 口口声声为了高雄 却跟着国民党投下赞成票 退回总预算 一心想要参选高雄市长 但是却在重要关头呢 站在与中共对台湾恶意 以及国民党党一那一边 而不是站在高雄民意 与高雄建设这一边 民进党高雄市议员 联手开记者会 剑指柯志恩 柯志恩则是反击 是退回不是封杀 我再次的强调 是退回并不是封杀 为什么要退回呢 这就是好像是总经理跟会计 联手扶编乱编他们的财报 然后把自己的钱编到自己的口袋去 你认为这样大家可以接受吗 柯志恩强调因为医护农民和原住民 相关预算没编 才会投下退回同意票 要求行政院检讨 蓝白退回总预算 绿罕要申请视线 战火也从中央烧到地方 继续为林清杜云节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